您收到裏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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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呢 讲这个 佛法 跟这个武术 佛法跟武术 首先呢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佛法本身是释迦牟尼佛师尊所传下来的这个法 在佛陀的时代里面 原始佛教里面 对于武术方面是比较排斥的 对于所有的术法是比较排斥的 原始佛教的这个部派里面 它分裂了以后 分裂了以后差不多有二十个部派 也有十八部派 也有二十几个部派这样子的讲法 那各有各的这个利论 以后呢就有这个小圣的这个佛教啊 也有大圣的佛教啊 最后才演变成为秘密的佛教 就是金刚圣 我们看佛教的经典 有很多的这个经典里面有提到 对于这个武术方面呢 是比较有排斥性的 这样子 但是这个经历论的经典当中啊 现在最完整的应该是属于好像是说 西藏方面的藏文的大藏经 是比较完整 所以有人讲 黄文的大藏经 还不一定比得上藏文的大藏经 因为藏文的大藏经呢 是根据他们整个国家 一半的人民去做出来的 这个是在世界上是比较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国家将近有一半个人民 去做这个大藏经的这种工作 所以他这个干诸尔经 所以他这个干诸尔经 就是大藏经经历论的大藏经 干诸尔经 是整个国家的人民一半去做的 所以西藏佛教本身能够兴盛啊兴旺 是有他的这个原因存在的 将近一千步的干诸尔经 其中有七百多部都是偏向于密教的 这是秘密佛教 所以西藏密中他圣行 他有他的这个原因存在 佛法的流传呢 其中也经过了种种的分裂 跟种种的结极 那么去成就出来的 其中有很多的观点 也不一定是相同 那么我们再来谈这个武术 事实上啊 原始部派里面他本身就有武术的存在 所以释迦摩尼佛对当时的这个很多的述法认为都是比较不究竟的 也就是不是了意的 佛陀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这个有了意的 了意的意思就是讲 你直接啊 你直接啊 你直接啊去成就圆满的真如是了意的 但是有关于世俗的部分 但是有关于世俗的部分 这方面的邪问 像哲学方面的 像天文啊地理方面的 都是属于不了意的 那时候佛陀的意思是说 那时候佛陀的意思是说 我一般来讲佛法就直接让你做这个圆满的这个觉悟真如这一方面的 对于另外世俗方面的就比较忽失掉 因为这是不了意的 那么武术方面来讲起来可以讲都是比较不了意的东西 但事实上在佛典里面有没有是有 是有在佛典里面是有 像有一本经啊就是《沾茶夜报》 《沾茶夜报经》 《沾茶夜报经》里面呢很多的 它本身是属于沾算方面的 我看了很多的经典 像《初夜经》就是属于天文的 在佛经里面是有 是有这些经典 并没有完全给他好像是说都否认掉 所以在佛法跟武术里面呢要谈起来实在是很难 有些现在的这个现在的行者修行人说我们不要谈武术 武术都是属于外道 但是有些行者是隆人武术的存在 因为事实上啊我们除了这个修行以外 除了修行这个圆满的真如以外 还要兼顾到世俗的一面 世俗的方面我们还是要兼顾 所以对于武术啊个人的看法不同 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旦 但佛典里面还是有武术的存在 单单以西藏密教啊这个秘密佛教讲起来 一千部的大藏经里面有九百多部都是属于密教 甘诸尔经 九百多有七百多部是属于密教的 密教里面呢有没有谈到武术是有的 是有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把这个武术啊啊 完全是用一种否定的口节去否定它 我们认为啊这个入室的这个哲学 我们也需要去明白 因为呢还是有很多方面呢 利用方便的这个武术还可以去度化众生 那么中国啊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呢 仍然用武术化众生的很多 像唐朝一行禅师 善无畏的弟子一行 他是有天文的 他会观心相 他会算历书 我们这些通书啊这个皇帝啊 在一行禅师的时候啊 他第一个建立的这个天文台 第一个利用这个天文的星象啊 去计算 夜 日 年 日 时 夜 时 他设计这个天文的仪器 是一行禅师 你们只要看那个唐明皇的这个影带里面啊 里面就有一行禅师 一行禅师啊 他本身是修密教的 因为他是善无畏的弟子 那时候有三个开言三大士 不空 金刚志 善无畏 一行禅师啊 是善无畏的弟子 他里面提到天文跟地理的 天文跟地理的 所以佛学里面啊 你也要写一点武术的这一种方面的这个知识 帮助度发众生 这是可以的 在我自己认为啊 这样子是可以的 Om Ma Ni Be Mi Hom